今天就从上礼拜 在讲Code 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这边开始讲 那我稍微再复习一下 Code 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就是 这里面有花 有 Reposol 对 Reposol 就是当 这个Polypepi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那这个Polypepi会从 Ribosol这边 被Release出来 那这个Polypepi叫做 Nascent chain 的Polypepi 那通常都是N Terminal 都会先出来 那上面会有一个 就是 会让那个SRP 辨识到的一个序列 那咖啡色就是SRP Signal Recognition Particle 的缩写 然后这个SRP呢 它会带着这个Polypeptide 跟它后面的这一坨 Ribosol 一起 把它一起靠近 ER Membrane上面 那因为这个SRP 它要去找ER Membrane上面的 Receptor 然后那个Receptor 就叫SRP Receptor 然后让这个 Ribosol呢 可以直接做在 做在ER Membrane上去做 Translation的动作 所以这个叫做 Code 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那 就是 Polypeptide进去 这个Trans Translocation的Channel的时候呢 那在ER的里面 会有Molecular Chaperone 一个HSP70的家族 那它是一个ATPase 它会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 把这个Polypeptide呢 拉进来 拉到ER里头去 第二件事情呢 它会帮助它去做折叠的动作 然后不要不要折叠太快 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讲 大部分的Polypeptide在ER里头 它是要做Glycosylation的 那进来ER之后呢 这个Targeting Sequence 就是Signal Peptide呢 会被Signal Peptidase Signal Peptidase给切掉 好 那这个Signal Peptidase呢 切掉之后 所以在这个Polypeptide在ER的外面 跟ER里面 它的分子量 就是它的Molecular Way 应该是要有不同的 你如果发现 这Peptide呢 在外面是 譬如说是50个Kilo Dalton 进来ER以后 它的分子量怎么 还是50的话 表示它上面这个Signal Peptide呢 应该是哪里有Mutation Signal Peptidase没有办法切 或者是ER里面的Signal Peptidase 是有坏药的 没有办法切 好 再来就是 嗯 嗯 我们那时候有讲到 这个SRP Article 等一下喔 对不起 我按错 按错方向 我应该往 按下面 我按上面 等我一下 哎 真是的 好 那 刚刚讲的是 co-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那所有的 进去ER的机制有两个 那刚刚讲的是第一个 就是跟着Ribuson 在做转译的时候 一起一起执行的那个机制 那它借 它会靠SRP去帮它寻找到那个Translocum 就是Translocation channel的位置 另外一个机制呢 叫做Post 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那从字面上来看呢 左边那个叫code 右边这个叫post 就是跟着Translational 跟Translation一起执行的Translocation Post呢 是要在Translation 执行完之后 它才可以去 它才 当你这个polypeptide呢 离开了Ribuson 理论上 它开始去做折叠 但是它还没有进去ER 所以 假如说它折叠错误 或者是折叠太快 通常它就没有办法 顺利的从这个 特殊的Translocation 的Channel进去 因为这个Channel 就这样 窄窄小小细细长长的 所以 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 在塞头手这边 会有 Heat Sharp Protein 或者是 Molecular Chaperone 当这个polypeptide在 塞头手被 呃 释放的时候 就做好 就是被 转移完成之后 释放在塞头手里头 的当下 会有另外一组 HSP70呢 去帮助它 就是保持Translocation Competent的 那个样态 那它才有办法去 呃 就是Translocation 进去这个ER里头 所以这个是Post-Translational Post-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那 通 这两个机制哦 嗯 你会发现 他们所用的 就是Translocation的Channel 旁边的 帮忙的 帮忙的家伙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 呃 这个Channel是以SAC-161为主 然后旁边是SRP receptor 那这边是SAC-161为主 那它旁边有其他的 就是 呃 Protein Complex 在旁边帮助这个 呃 Polypeptide去做 去去穿 呃 去进入到这个ER里头去 那你会发现这些蛋白质的前面哦 它的名字都是SEC 这里有SEC 那后面都是一个树木质 然后 然后 右边这个是在Bacteria 然后它也是SEC 但是它是ABC 好 那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SAC-A 哦 跟SAC-62 63 71 72 的这个Complex 他们是 一个是在Eukaryol 一个是在Properial 两个都是Homolog 就是 呃 就是同样的 都是在 都在执行同样的 的工作 只是在不同的 呃 物种里头这样子而已 那 SEC 你就会发现 这是好像是一个 特 特别族群的 扑听会有的缩写 那 SEC呢 是Secretary Pathway Secretary的缩写 SEC 取前面三个字 那当初科学家 发现这些蛋白质 跟这个机制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就是用 Mutagenesis的方法 然后他Mutagenesis 有一大堆Mutans 然后他可能就是在 Secretary Pathway的 某个某几个特殊的点呢 有 有问题 有低反 导致他没有办法把这些蛋白质 给释放出去 那 后来就慢慢的一个一个去 identify这些Mutans 他们的功能跟他们基因是什么 然后每一个Mutans 当初在做的时候 就会有个号码 所以从1到100 1到1000 这样子 然后 在Bacterium 他是用ABCD 这样下去 下去做Mutant的排列 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 SEC 然后很多树木 或是SEC ABC 这样 他们都是跟Secretary Pathway 相关的一些蛋白质 不一定在膜上面 有一些是在里面 有一些在外面 但是 他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 都是跟ER的运送 或者是Secretary Pathway的运送 是有关系的 好 那这是Post-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那在ER里面呢 刚刚不管是Post-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还是Co-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进去ER里面 会有Chaperone 帮他 把他掰拧住 然后我有说就是 Chaperone的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这个Polypetite 进来ER的时候 他的折 他会有正确的折叠 才不会变成 就是折叠错呢 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一个蛋白质 然后被人家抛弃在ER Compartment 里头 所以ER呢 大概就是 他 就是大部分的Polypeting Folding 就是折叠呢 都是在ER开始 折叠的好不好 折叠的对不对 折叠到最后有没有功能呢 在ER里面很重要 好 那所以ER里面 通常你会发现 有一些是Missed Floor Reporting 有一些是正常的 就是Properly Floor Reporting 那正常被Folding好呢 他 他 他才可以被 运送到下一站去 那ER的下一站 就是Goji 没有Folding好的呢 Chaperone会 会把它掰拧住 让他不要再继续错下去 那看看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几个Folding的机制 看看那个Folding机制 会不会把它 救回去 那如果太多这种Missed Floor 的蛋白质 就是被 被 丢弃在这个ER compartment里头 那这个细胞会有一个反应 叫做Unfolded Protein Respond 或者是叫UPR Respond 那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 就是正常的生理细胞的一个功能 好 然后 要讲Unfolded Protein Respond 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 进去ER 它 你们应该普生有学过 在ER里面 ER的一个很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帮这些蛋白质呢 做修饰 然后这个修饰 因为是转译之后的 Polypeptide上面的Modification 这是修饰 我们会叫它Post 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那修饰的种类方法很多 你们普生学的应该就是Glycosylation 就是把它加不同的糖 不管是单糖或者是多糖体 把它加挂到这个修饰 加挂到这个Polypeptide上面 那除了Glycosylation之外 也有那个Disophib 也会是在这个ER的Lumen 就是ER Compartment 里面被修饰 那这些Modification呢 主要除了就是让这个Polypeptide 它Mature之后就是最终形成的那个Portin的样态 它上面会有一些Glycosylation的标记 那些标记可能对这个蛋白质的功能 或者细胞的功能很重要 但是它在ER 里面的时候 这些Glycosylation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这个Polypeptide在ER里头 它慢慢折叠 然后不要折叠错误这样子 那Glycosylation 这些很多种Glycosylation Unlink O-link 还有Glypiation C-link跟Phospho Glycosylation 好 那这几个不同的Glycosylation呢 都是Glycan或是Monosaccharide 然后它会去Binding或是Link 到不同的Amino Acid Group 或者是Hydroxyl Group上面 那不同的糖加挂在不同的位置上 它就会有不同的名称 老实说我也背不起来 我只记得Nlink 因为我做ER 就是做Indoplasmic radiculum的科学家 通常都会对Nlink 比较有好感 比较熟悉 那其他的这些Glycosylation的机制 跟它应该长的什么样态 同学若有兴趣 记得回去翻一下你的谱声 因为它其实整个 这个Glycosylation的机制 跟每个步骤还蛮复杂的 我自己也背不起来 真的 那特别介绍这个Nlink Glycosylation 它是Polypepti进去 那个ERlumen的时候 第一个会被 会被辨识到 然后马上会被加挂 一串Oligosaccharide的 的一个地方 跟这个机制叫Nlink 那这个N主要是因为它是 在Asparagin 这个 在Asparagin的 这一个 Aminoacin上面 然后它会 有 那个 Oligosaccharide 去把它去做一个 连接的动作 结合的动作 那 这张 这张PPT 我 跟我本来原本给你们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把它稍微换掉 那 主要是因为我换成这张 主要是因为我 我希望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Glycosylation在 ERlumen里头 上面是ERlumen 下面是Golge Aparatus 里面 它们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不会有 在ERlumen的这些Glycosylation的 机制在Golge发现 好 所以刚刚 我们看的第一个 就是 N-link Glycosylation 是在这边 然后 它会借有一连串的Glucosidase 去做Trimming 就是说 把它 部分的糖基把它剪掉 或者是再加挂新的糖基上去 然后 最后呢 它会形成 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结构 那在这个结构上面会有一个 Common Core Oligosaccharide的地方 在这里呢 它 要在被送到 Golge之前呢 这个 Oligosaccharide呢 它对一个 酵素叫做 Indo-H 是 有 是 insensitive 就是它不会被这个酵素切掉 因为它的结构不一样 所以它可以把 Indo-H 辨识到的位点 保护住 但是 假如说这个 Glyosaccharide进去到 Golge之后 因为它还会经过 Mendocytase 在做第二次的切除 那它 形成的 这个 Common Core Oligosaccharide呢 很 就是 就会 曝露 被Indo-H 要切的位点 就会曝露出来 那所以它就会 变成Indo-H Sensitive 所以科学家在做 在追踪 这些 Polypeptide呢 运送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步骤 从 腮头手到 EA到 Golge 然后到 分泌到 分泌到 细胞外面 喂 等一下 我再上课 好 拜拜 那 对不起 我刚刚有电话 那它进来 Golge的时候 科学家 就可以拿 Indo-H 这个酵素 去切这些 Polypeptide 看它 目前是 目前是 被运送到 EA 还是Golge 这样子 那被切呢 这个分析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 把 这个细胞 或是 这个Polypeptide 跟Indo-H 去做一个 就是把它 就是把它 放在一个reaction里头 让它反应个 可能30分钟就好 然后再去跑sds page 那有被Indo-H 切的 它的分子量 会变得比较小 那如果是Indo-H insensitive 它分子量 就是会比较大一点 好 所以分析的方法 就是你加了酵素之后 你去看它跑sds page 它分子量大概是在哪里 好 那 Glycosylation 刚刚有说过 它跟Polyne-Folding呢 就是蛋白质的折叠呢 很重要 那 蛋白质折叠这个cycle 嗯 你不需要记得 哦 这堂课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但是 你 未来你忘记呢 我不希望你把这个 嗯 我不大希望你把这个 Polyne-Folding的这个机制 忘掉 因为我觉得它算是在 整个细胞学里 还蛮重要的机制之一 哦 那下面 这个卡通图哦 它下面是ER的membrane 所以外面是Cytosol 所以咖啡色的部分 是细胞质的地方 蓝色的部分 是在ERlumen 就是ER里面 好 ER compartment 里面的地方 那左下角就是这个 Ribosome正在做 Translation Code 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Polypeptide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开始去做 N-link glycosylation 红红的就是这些 糖的 糖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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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通图啊 那它会进来 进来ER之后 它会被 两个蛋白质给 Binding住 一个叫 一个叫做 Caridiculum 好 CRT 另外一个呢 叫做 嗯 等一下 另外一个叫做 Carnexin C-N-X 好 那 C-R-T 而Caridiculum 呢 你可能在 其他 就是普生 你可能会有听过 我相信你已经忘记了 Caridiculum 它是 你做普生的话 应该是 跟调节 ERlumen里面 钙离子的 Homeostasis 有关的一个蛋白质 但是在这边呢 它是跟 Protinium的Folding 有关系 因为它会去跟 Partially Folded 就是 只Folding 一半的蛋白质 呢 去做结合 啊 也是会做一样的 的事情 然后结合之后呢 它会有 谷口 再把 多余的 长鸡 把它切掉 然后呢 再让它去做正确的折叠 然后 如果是正确的折叠完之后 它就会被送到 那个 狗局的 被送到 它会Burding out出去 送到Vasco 然后送到狗局去 好 然后所以这边 主要的就是 有一些骨 专门在切除这些 呃 呃 呃 唐肌的就是叫做 骨口 Sidase 那它 它后面又是 ASE 所以你知道 就是要Binding ATP 去做随解的动作 把这些 糖给切除掉 好 那 这整个cycle 这是正常的cycle 是正常的Pulling Folding Cycle 叫做 Calreticulum Connection Cycle 好 那 我们来看 我们 呃 下一张PPT 只看下面cycle 这一部分就好 我没有 我没有放上面的地方 哦 那下面的这个 如果这是 Calnexin 然后Unfolded Protein 进来上面 有一些糖基 有Glucox在上面 然后 Glucoxidase 切把它稍微trimming 之后 它跟Calnexin结合 然后 再来Glucoxidase 再切 把另外一个 Glucox切 切干净 它就开始慢慢的折叠好 那这是正常的情况下 它就会被 送出ER 那假如说 它是 Incompleted Folded 或者是 它折叠错误的话 会有这个 Glucoxidase 把Glucoxidase 再送回去 因为它折叠错误 或者是 它没有被 它切完之后才发现 它不知道哪里 结构上 不知道哪里怪怪 就是没有办法 在它往下走 也是折叠错误的问题存在 然后 这个 Glucoxidase transferase 会把它 binding住 然后主要就是 因为它也是靠 ATP hydrolysis 把 Glucoxidase 加挂回去 然后加挂回去的 主要目的呢 希望它就是 在走这个 Calnexin的 Cycle Calriticum 跟Calnexin的 Cycle 它就是一直要在这个Cycle 为什么叫Cycle 就是好像 这个轮回 一直在里面打转 你要是没有折叠好 它就会一直 重复做这个动作 做到你折叠好为止 然后才把你送出这个医牙 所以这个Cycle很重要 就是 它是专门监控 就是 这个Polypeper 有没有折叠好的一个 非常主要的一个关卡 那这里如果它发现 你没有折叠好 然后我要来切把你的这个Cycle 把它切掉 切的好像你走了两三回 一样就是折叠不好 它就要做一些就是决定 那这个 这个决定呢就是 没有办法 如此不可教掩 没有办法再把你修理好呢 我就要把你送去瓦解掉 所以它会被送出去医牙 它一样会被送出去医牙 只是送出去医牙 如果正常的secretary pathway 它是要Birding out 然后到勾局去 这边是从一个 ER的 就是从那个 translocation进来 同样那个入口 它会被送出去 Cytosol 送出去的时候呢 它会被nglyconase 给辨识住 开始做ubiquination的动作 ubiquination 应该你们普生 我不少你们普生的 那下次我遇到 有在讲cell cycle的时候 我会再跟大家 就是解释比较多一点的 ubiquination的细节的机制 那ubiquination呢是一个 这个蛋白质如果它的 它的Destiny 就是它的下一个步骤呢 一定是会走向被切碎的途径的时候呢 那ubiquitin主要它会过来结合在 这个Polypeptide上面 然后让Polypeptide知道说 这个家伙等一下就要被送来这里 挖解掉 所以ubiquitin结合上去 然后它这个Polypeptide 才会被送到Polypeptide 那Polypeptide它是一个 还蛮大的一个 蛮大的一个 细胞里的一个结构 然后它利用ATPS的Hydrolysis 把这Polypeptide呢 就是乱切一通 切的碎碎的 然后再把它凸出去 它从一边进去到一边出来 那Polyosom的结构就像 真的就是长得像这样 好像很多很多轮胎 叠在一起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细胞在正常情况下 怎么样去应付那些折叠 折叠错误的Polypeptide 那怎么样去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怎么样去帮助 帮助它走这个 Kalritical cycle 或Kalnesian cycle 那折叠不行的话 一定要把它送出去医癌 如果这个Polypeptide 它折叠错误 然后也没有办法在那个Cycle 被修理好的话 你觉得它 这个Polypeptide 会跑到哪里去 它好像就是折叠错的一堆废弃物 一定是 你一定要送出去 送不出去它就会留在ER 那ER不是 ER Lumen它不是一个垃圾厂 所以太多unfolded protein 留在ER 对ER来讲是个威胁 来 那所以呢 就会产生 会突然间 如果你有突然间 有一大堆Polypeptide 然后折叠错误 然后它又没有办法去 去把它运送到Polypeptide 什么时候 那这个会产生叫做ER stress 的一个作用 那ER stress 主要就是因为 你unfolded 或是misfolded Polypeptide 或是Polypeptide 太多呢 它一直accumulate 在ER里头 它会威胁到 这个细胞的存活 所以这个ER 就要开始 送出求救信号 什么样状况下呢 这个 unfolded 或是misfolded Polypeptide 会突然在短时间内 大量的堆积在ER里头 通常呢 都是这个 calsium homeostasis 是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calsium reticulum 它可能有问题 或者是它忙着在做 calsium的balance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去理 那些misfolded Polypeptide 或者是unfolded Polypeptide 会去帮他们去做 完整的那个折叠 那或者是因为有病毒的感染 或者是一些 oxidative的stress 另外呢 很重要就是 你的glycosylation 如果是错误的 那怎么折叠 怎么走cycle 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是几个主要的原因 还有其他原因 但那可能就是minor 可能它这个细胞本身 可能哪里本来就有生病了 整个机制就是 就是破洞太多 但是我正常情况下 会有那种ER stress 大概就是这几个原因 那 所以 当细胞 譬如说这是被病毒感染 然后呢 它 开始有很多misfolded protein 堆积在ER里头 然后它就开始 回应 就是回应这个 这个不好的 不好的 它必须要有个回应 它才有办法 survive 这个细胞 才有办法再活下来 如果它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 它就会 他就会 死掉 就会死掉这样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那ER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来回应 刚刚这个 这个 这个unfolded protein的 的 堆积在它里面的结果 那正常情况下呢 在membrane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 protein跟 跟这个ER stress response有关系 一个叫PERK 另外就是叫ATF6 还有一个等一下会跑出来 我忘记名字了 但是我就用PERK来做解释 其实其他两个也很相像 PERK在正常情况下呢 它上面会有一个BIP protein BIP 那BIP又是一个molecular chaperone 所以ER里面有一个BIP 它也是70kg 的一个molecular chaperone 然后被BIP 正常情况下 PERK没有做任何事情 PERK做什么事情 PERK做事情还蛮重要的 等一下再讲 但是它被BIP BIP拼击住的时候 它就是在inactivate的状态下 当你ER有stress的 在stress的condition的状况下 BIP因为它是molecular chaperone 它就不能乖乖的坐在PERK 因为它这边有太多东西呢 需要去解决一下 所以呢 这些BIP molecular chaperone就要过去binding 这个perk突然没有人把它抑制住 它就开始dimerization 它开始phospholation 然后dimerization这样 那磷酸化 你们在普生学过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这个细胞里很重要的一个common mechanism 那这个mechanism呢 phospholation会导致这些 不管它是receptor还是一个relaying molecule 就是在传递讯息的分子 phospholation会让这个结构改变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功能要去执行 那当perk被dimerization 然后phospholation之后呢 旁边那几个很重要 像iRE1α跟ATF6一样 就是也都是会被bib抑制 然后bib跑去解救misfoled protein的时候 这些蛋白质就会phospholation 那perk会做几件事情 iRE它主要它会去 它会去 当它被磷酸化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什么response element insulin response element 然后它被phospholation的时候 它是一个它就会去活化 transcretion factor xbox binding protein 那这个transcretion factor呢 都是跟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的一些基因相关 那这些基因就会出来 出来不管是bib还是其他的跟里面 或者运送polyosom外面相关基因就会出来 帮忙解救一下目前的产况 那perk呢它是 它有两个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 当它磷酸化的时候呢 它会去 它会去 它会去磷酸化这个EIF2α 那这个是跟transcretion相关的一个factor 那假如说它去磷酸化这个EIF2α的时候 它会让transcretion暂停 它也会去磷酸化NRF2 那这个是跟anti-oxidation的activity有关系 所以它会去 upregulate antioxidant activity 那我们来看 那这个叫做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那它所有做的 就是 这个 前一张 就是这边 在ER membrane上面做的所有这些activity 主要就是去停止transcretion 一定要停住 你如果没有停住transcretion 一直有polypepti进来 它从这里面还没有解决掉的话 会越来越凄惨 所以 它解决的方式就是从各个面向 来 不管是在这个cycle 或者是在prolium som这边 或者是在polypepti进来这里 都是各个面向在同时 帮EIA里面这些废弃物给清除掉 所以它需要一点时间 时间不是说它机制坏掉 那机制坏掉又是另外一回事 机制如果真的坏掉的话 可能你的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是没有办法 就算启动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perc 它正常情况下 这个ERF2 alpha 它是会去binding 在这个translation的machinery上面 那如果在stress condition的时候 perc它被phospholation 那它也会过来磷酸化这个ERF2 alpha 那你就不会有translation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就没有办法去结合到 这个translation的machinery上面去 那你就没有translation 它是用phospholation改变结构的方式 就是来抑制转易的进行 好 那刚刚都是ER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goge 那goge 它的结构 整个结构我们称它goge apparatus 上面这里是靠近ER的部分 它叫做sysgoge 靠近plasma membrane的部分呢 它叫transgoge 中间就是medial medial的goge 那每一个每一条 每一个扁扁的这个结构 我们叫它cisterna cisterna 那在右边是电子显微镜 就是细胞的切片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每个cisterna 很多cisterna结合而成的整个goge apparatus 然后它会旁边有很多很多个basical 然后泡在这里 那vasical也有在旁边 也有在下面 也有在左边到处都有 那我们可能你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下面 看了就是 好吧 运送就运送 但是有一个人觉得这些泡泡很有趣 就是不是泡泡 这些vasical很有趣 他叫James Rothman James Rothman的中期医生就是 在研究goge apparatus的一个科学家 他是美国人 然后我觉得他的好奇心 跟他上进心 大概是还蛮多 在科学家里面算少见的 通常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就会想把他 把他 就会想要把他purify 然后看他有什么功能 他不是 他会觉得这些 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 就算你叫我刚刚看这个ER 我也不会觉得他们特别哪里不一样 但是他真的是很认真进去看的时候 后来我就 我自己在看这个Cell biology的时候 看到这一块 我后来再回去仔细看每一张 勾集的EM 就是电子显微厅厨 我仔细看还真的都长不一样 但是我们当下就是 可能一开始看这个结构的时候 不太会去注意到他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科学家 他跟我们老板 Gengster Bovoo Gengster Bovoo是有一样的 他是做Goji 那Gengster Bovoo 他是Rockefenner University的教授 James Rossmann 他是Sloan Cancer Center 一个癌症中心的一个教授 他两个人只差一条路 然后这是世代的那个仇家 就是他们在做的任何研究的进行的都很怕对方知道 然后而且像我们老板就会交代我们 以后毕业不可以去他的实验室工作 他们的老板也会交代他们的学生 就是以后毕业不能去Blobal实验室工作 就是吵得很严重 我不晓得为什么 然后Sloan Catering 这个地图是曼哈顿的上层 Upper Town的地方 左边真的是Central Park中央公园 这很有名的中央公园 然后Rockeville University 跟Sloan Catering Cancer Center 都是在这个所谓的Upper East Side 就是上城东方区的 这是有钱人住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居然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大学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 Rockeville University长什么样子 等我一下 它长这样 就是一个漂亮到没话讲 然后旁边还有一条 就是Hudson River 就是很漂亮一个学校 那Sloan Catering Cancer Center 它是美国十大癌症中心 那个Sloan Catering Cancer Center 它是在纽约市的有钱人住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他们的病人都是那些明星 你会在里面看到超级多明星的这样 三大 这个网页上面列的是十大美国的癌症中心 其实有三大癌症中心 另外一个是在南部就是MD Anderson Center 这个还蛮有名的 它尤其是做跟病毒感染相关的癌症 几乎在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做的蛮多的 Sloan Catering是全方位的癌症 它都做得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西雅图的Cancer Care Center 以前是叫Fred Hutchinson 这里Fred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那后来它跟华盛顿大学 Universal Washington的Medical Center合并 然后它就叫做Seaul Cancer Care Alliance 那它有名的是 它的Fred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在二三十年前就以治疗血癌 非常有名的一个癌症中心 几乎所有的血癌病 不管是急性慢性大人小朋友 他们都有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之后如果想要去参访打工 或者是去美国湾 记得有空去看一下这几间 有名的那个Cancer Center 那在在Boston有个叫Donough Farber 这个Cancer Center 它比较有名的是那个 嗯 它比较有名的是 我记得没错 好像是跟妇科相关的癌症 它做得非常好 因为它旁边有个Briham Briham的一个 一个女生的一个医院在里头 所以它那时候是女性的癌症 做得非常好 没有Cleaning是跟骨头 骨癌相关的癌症 做得超级好 那没有呢 它是在美国也在全世界 可能是骨客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医院 所以这几个 你们以后可能会常常听来 这大概就 这大概就 Rockefeil University 它还有一个 因为它地理位置的优势 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 我那时候常常去 主要是因为去听它的一个 演讲系列 叫做Harvey Lecture 那Harvey Lecture是从 1945年就开始 在Rockefeil University 每年都会举办的一系列的演讲 然后这边都是在他那边 演讲过的科学家 后来都拿到诺贝尔奖 所以我那时候也去听 我觉得他这不用钱 他开放给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听 所以未来要是有去纽约玩的时候 早一天就是上这个网站 先看一下Harvey Lectures什么时候举行 大概都是晚上 我忘记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晚上 大概六点会开始 然后不用钱真的不用钱 然后就可以进去听 那我就听过Freyman的演讲 然后Polners 我们在讲那个Sale Cycle 你会听到Polners Polners我也是在那边有听到他演讲 然后Khan也不错 Gunza Global 然后另外一个David Baltimore 我有去听他演讲 这几个都是很厉害的科学家 那所以你们如果未来疫情比较好一点 有机会去纽约玩的时候呢 记得要早一天去听一下Harvey Lectures 那个真的是你会一生一世会记住的 好我废话讲太多了 来你们两个吵架再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课本 就是第15章 我给大家第15章课本里头 的一个电子显微镜图 那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就是当这个Polypeptide 怎么样在ER里面就是Birding出来 然后被送到Gogi的前半段的部分 所以这个叫Birding 这个叫Birding 我们刚刚看的是这里 那个Rothman他就发现说 这个Gogi Apparatus旁边真的很多 一颗一颗的球球 又不是Sisterna里面的东西 然后但是他就会 他就是在旁边 然后他就很想知道一下说 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他们是谁 然后他发现这整个路径 从ER勾举到分泌出去 都有这些球球在 那不管是Exocytosis 还是Indocytosis 你都会发现他们 那这边稍微再review一下 Indocytosis的cycle 讲说你对Indocytosis这个机制 忘记了回去看一下普生 那我们讲的所谓的Indocytosis 通常讲的都是Receptor Mediate 就是Receptor Mediate Indocytosis 外面的物质要进来细胞里头 靠的就是要辨识到这个Legin 那这边举的例子就是LDL跟LDL Receptor 那进来之后呢 他会这个Indocytosis会跟Lysosome结合 或者会跟Lysosome结合 然后这个Particle跟Receptor会分开 然后这个Particle这个Receptor 会自己再去做 会自己再回去做Recycle的动作 然后回到这个Plasa Membrane去 我第一次我相信各位同学跟我一样 我们背这个Indocytosis的肯 就这样背 这就是一个Receptor Recycle的一个机制 就这样 很少人会想说 这是谁 这个Vesco是谁 这个Vesco怎样把东西送上去 这很困难欸 然后这个Receptor跟Binding 这个Legin跟Receptor complex怎样被送进来 就是有科学家很想知道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在讲这个运送的途径呢 有很多红色的地方呢 他都是借由Vesco 就是他是要他是要靠做车科的 好 然后所以这个Rossman他看到了这些Vesco 他就觉得他们真的是长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来看他哪里不一样 然后他他就依据电子显微镜的长相 把他们分类分的三类 就找Secretory Passway上面所有的这个Vesco 他收集起来 然后把他们分类分了三类 右边就是他电子显微镜下看的样子 我看到课本我才发现他真的很细心的在看 通常我们会觉得嗯 这是切坏了 这是染坏了 这是照坏了这样 他会觉得他们就是不一样 他就发现有像这样子的Vesco 他称他这个之后被命名叫 那右边这两个呢 他一开始叫Cup 然后他会发现所有的Cup1都在一边 所有的Cup2都在另外一边 然后长相就是Cup2呢 绝对长得比较粗糙一点 就是里面好像有东西 那Cup1长得比较大一点 然后因为空泡这样比较多一点 他会依据电子显微镜下面的样态 然后他去把它分 那分完之后呢 然后他才去把这些Vesco去把它分离下来 然后去研究他们 然后他在电子显微镜下看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所有的Clathroom的这些Vesco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Vesco 几乎都是在Transgolgi跟Plasma membrane这里找得到 他们比较多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后呢Cup1就是里面比较空的这个 几乎就是在Golgi的这一边 在Golgi的这边 然后呢Cup2呢 里面比较有一点东西的 几乎都是在EA比较多 然后呢也在Golgi的这边 就是Golgi的Cisternia这腹肌也蛮多的这样 好所以他就第一他发现 有三群不一样的Vesco 第二这个Vesco好像就在这个Secretary Passway上面 还有他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我忘记我做动画 那后来呢他就会他发现 这个Clathroom-Coded Vesco呢 主要就是mediate transport 从Golgi apparatus to Plasma membrane 那他会命名Clathroom-Coded Vesco 主要是因为这个这些Vesco上面 都有Clathroom这个蛋白质 他叫Clathroom-Coded Vesco 他只会在这里发现 从Golgi apparatus到Plasma membrane 那Cup呢Cup是Coded Vesco Coded Protein的所写COP 然后是第一群叫一 第二群叫二 然后后来呢他发现 Cup1呢全部都是Retrograde 记不记得Retrograde 就是他的运送方向是倒过来的 Retrograde from Goji Trans-Goji Negros到ER 然后呢Cup2呢全部都是跟 Foward Movement 就Anterior Grade 从ER Transport到Goji Transport到Plasma membrane 这样 所以他们Cisterna中间呢也有很多Vesco在运售 然后ER跟Goji之间也有很多Vesco在运售 所以他就发现这三群Vesco 然后上面的Potin都不一样 然后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是Rossman最伟大的贡献吧 那Rossman最伟大的贡献 就真的只有这个而已 他不像那个 我要讲他坏话 我要跟他打死 他不像那个Blobo 他还有Target Sequence 然后Mechanism 什么都有 Rossman真的就只有这个贡献 所以他后来没有得到诺贝尔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Indocytosis 这个Clathrin-coated Vesco 他的整个Morphology 那这是细胞膜 然后细胞 这是外面 这是细胞膜里面 好 这里面是塞 这是塞头手 然后这是外面的部分 这上面一颗一颗 可能是某些Legan吧 某些Substance 要想要进来这个细胞里头 他会去Binding到 这个细胞膜上面的Receptor 现在目前看不清楚 但只要Binding上去 你就会发现 这个Plathrin-coated member 开始做了一些奇怪的动作 不要说奇怪 特殊的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 那个 就是凹陷进去 Indentation进去 或者是 就是变成有一个凹槽在这里 Pit 英文字叫Pit 那这个凹槽呢 之后呢 会慢慢的形成一个圆圈 然后上面的Plasma membrane 它最最终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如果Plasma membrane 这里没有结合在一起 这个细胞就会有一个动 所以它一定要结合在一起 它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就会让这个VASCLE呢 Release释放到细胞里头去 所以这个就是 Clathrin-coated VASCLE 这个也是 那这个还没有变成一个VASCLE 形状之前呢 这是叫做 Clathrin-coated Pit Pi-T 刚刚有一题大家常常写错的 就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Clathrin-coated VASCLE 讲的是这两个 那如果是这个洞 Clathrin-coated Pit Pi-T 就是一个凹槽 那嗯 发现这个凹槽 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James Rossmann 发现这个凹槽 呃跟这个机制的 是呃 这两位科学家 就是 Brown and Goldstein 好 Brown and Goldstein呢 他们两个 在1985年呢 得到诺贝尔奖 他是因为 这个Clathrin-coated Pit 得到诺贝尔奖吗 不是哦 不过跟他有一点关系 嗯 那他们两个在1985年的 诺贝尔奖 主要是因为他们 发现了就是 呃 他们他们对 胆固醇的代谢机制 整个机制 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他就是从这个 这个 胆固醇怎样被 呃 binding到 receptor 进去肝脏细胞里头 好 就这个机制 到病人怎样出差错 这件事情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研究 那所以他们在1985年 得到诺贝尔奖 这两个 呃 科学校 嗯 我看 这是Ghosting Ghosting好像比较 我忘记谁比较高 反正他两个身高也是差很多 我忘记谁高谁爱了 那 那 Ghosting呢 他 呃 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 那Ghosting他是家 他是在加州 长大的 然后那个 Brown他是在纽约长大的 所以一个是在东岸一个 一个是在西岸 那 Ghosting他在加州长大的时候 他后来去 Virginia 去东岸去念大学 他就去东岸拿他的学士学位 然后在1966年呢 他突然想不开 就去考医学院 所以他1966年 19 应该1962年去考医学院 1966年去考医学院 然后后来医学院毕业之后 他就去那个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他本来是在 他本来是在 呃 他本来是在Virginia 然后他去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去念医学院 然后跑到 再回到波士顿 波士顿那个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就是还蛮有名的一个医院 因为常常上电视 所以那个医院非常非常有名 那个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他在那里的时候遇到Brown 那Brown那时候呢 也是在那里实习 他娘只差一岁 他那时候也是在那里实习 那Brown他是 呃 念U-Pain 然后念Chemistry 然后大概在1971年那时候 他也是也是跑去 他好像也是跑去Texas去念医学院 然后两个 在一前以后到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才认识 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两个 他后来又回到University of Texas 然后Ghosting 他先去NIH实习了两年 然后才在1972年的时候回到University of Texas 然后跟他 他们两个就从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就一直合作到今天 他这两个还没过世 只是看起来比较老而已 然后他们 呃 他们 他们那时候 他们Code Pit也是他们发现的 在 这两个是他们的实验室的合作的伙伴 然后他们从1974年 他们两个 从1974年到1985年 因为发现了这个 胆固醇的代谢的路径跟机制 那就发表了超级多paper的 那所以才在1985年得到诺贝尔奖 然后他们发现了 他们也是先在电子显微镜下 发现这个特殊结构 然后他就称他叫做 他后来发现上面 这个凹进去的结构叫他Code Pit 那是谁 Code就是外面有一层东西包覆住 那是谁包覆住在这个结构上 就是Colesterol这个蛋白质 那红色的地方就是Colesterol 所以之后运送这些 Legan跟Receptor Bound的这个Complex 进去细胞内的这个VASCO 叫做Colesterol Coded VASCO PIT在这里 PIT 所以Colesterol是Major protein 它不是唯一的Protin在上面 它有其他Protin 也是跟他 也是跟他在一起去做 去做就是去做辨识 把Receptor送到Plasma 然后辨识到Legan 然后把它带到 带进细胞里面的动作 然后它会包覆 它包覆住这个Coded Pit的结构 还蛮特殊的 这个结构叫Triscalium 有点像那个蜂巢蜂窝的样态 那因为这个特殊结构 让Receptor被Binding住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很顺利把它拖拉下来 变成一个球状 那这个它当初会称的叫Triscalium 是因为跟那个 跟那个洋葱有关系的 真的很奇怪 好 所以它才命名叫它Triscalium 这是Indocytosis的卡通图 然后这是Indocytosis在 怎么样在 怎么样借由Receptor 这个Binding到Legan 所以这个Seal Membrane在这里 下面这一块 是细胞外积值的地方 里面是细胞Cytosol的地方 所以东西是要在这边被 被Binding住 然后带到细胞里头去 所以方向要不大一样 那这个是Receptor 它辨识到这个Legan之后 Colestrine 绿色的是Colestrine 跟Adaptan Colestrine的好朋友叫Adaptan Adaptan 主要它会去辨识这个Receptor Adaptan 另外一边一定是跟Colestrine Binding 所以呢 每一个细胞都有很多不同的Adaptan 因为它辨识很多不同的Receptor 然后这个Adaptan 我们把Receptor 固定住 叫Colestrine过来 因为Colestrine的特殊的Triscalium结构呢 它们会变成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弧形 弧度出来 然后越来越多 当你越多Receptor Binding进来呢 这个结构会越来越明显 最后变成一个Vescal的球状 然后呢 这个Dynamin Dynamin 就会开始去做它的功了 就会进来结合到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stock 就是会有一个 它 这个Vescal跟Membrane 还黏 有点像旗带 有没有 切不断的旗带 那我们就请Dynamin进来把它切断 切断之后 这个Vescal就会被Release进去细胞里头去 然后 进去的时候它要Encoding Adaptan跟Colestrine要Encoding Encoding完之后 这个Transport的Vescal 才有办法跟Lysosome去做Fusion的动作 如果没有Encoding 它没有办法跟Golge 也没有办法跟Lysosome去做结合的动作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Dynamin 我先来看Endocytosis 10细节而已 Coded Vescal 所以Colestrine Coded Vescal 它可以跟不同的Adaptan去做结合 那这个是在课本的15-4的Table里头 那不同的Adaptan 我们刚看的是Endocytosis 但是有可能是像在Indosome或是Golge这边Cup 有可能也会用到类似类似的这些机制 那Dynamin呢 它是一个GTPase G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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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里用的比较多的都是ATP 那用GTP的蛮少的 那Dynamin是一个几个 就是用GTP用的还蛮凶的一个蛋白质 就是就是还蛮长 你会发现它需要出来做工的地方 那这个是Coded Vescal 那这会有一个Stock 这个它脖子的地方 Neck的地方 Dynamin呢它就会进来 然后它会利用GTP Hydrolysis 就是用水解的水解的方法 然后把它切掉 把它切掉 然后呢切完之后Hydrolysis 对不对 它就是Dynamin上面卡的就是GDP GTP水解完它就变成GDP的样态 那这个蛋白质如果是被GDP卡住呢 它没有办法再去执行下一轮回的工作 所以要有人出来就是这个RF1 好 它会出来帮这个Dynamin 把里卡在它里面的GDP 换成GTP 所以这叫做 我们会叫这个RF1叫做GEF 就是GTP Exchange Factor 所以在Cell Membrane上面呢 你会找到很多跟这个Indocytosis相关的Protin 它没有可能没有直接跟这个Vasco有关 但是它还是很重要 因为假如说你这个RF1不见了 没有了 就没有人去切它 然后你所有的Indocytosis就会卡在这里 就没有办法让Protin进来细胞里头 好 那当ERButting出去的时候 Butting要 你这里一样可以有Dynamin在这里 帮它切掉 然后它会形成一个Vasco 然后往Gogi那边走 所以这边是Donor Compartment 然后它要被送去的地方叫做Target Compartment 然后这个Vasco呢 遇到Target Compartment之后 会做Fusion的动作 然后就进来这个Gogi 一般如果像我这样讲过 这个叫做普通科学 然后你如果在学细胞学 或是像你们现在是生物系毕业 里面的每一个机制 你就要把它弄清楚 所以我们在Seminar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把机制讲清楚的时候 不是叫你放一个这种图来跟我们讲 而是它里面有一些 跟实验相关细节的小机制 要来跟大家说明 像是 它怎么样去确定 就是 就是这个Vasco 怎样确定 这个Compartment 是它的Target Compartment 谁跟他讲 谁跟他讲这件事情 所以在那个Donner Compartment 出来的这个Vasco上面 它会有一个Surface Marker 然后 那个在Target Compartment这边呢 也会有一个Target Compartment上面 上面也会有一个Marker 他们两个Marker要互相辨识 就是要看对眼 才有办法来做运送的这件事情 所以在 在Donner Compartment那边 送出来的Marker 叫V Snare V就是这个Vasco上面 然后在Target Compartment上面的 这个Marker叫做T Snare 所以这两个要记得 一个叫V Snare 一个叫T Snare 他们两个呢 是互相可以finding在一起的 所以他会这个V Snare 会去找T Snare在哪里 然后finding在一起 只要两个看对眼finding在一起 两个结构就会结合在一起 只要两个结构结合在一起 靠的构建 membrane跟membrane 就会开始fusion 所以跟Desco Transport 有关的有两群很重要的蛋白质 一群叫Snare 它是专一性的 主要就是要来协助这些Vasco的Targeting 跟Fusion 好 那另外一群呢 叫做Rap这一群 它主要就是要来 带这些Vasco去 坐在这个Compartment上面 坐在Compartment上面 就叫Docking 坐在上面 好 那所以当这个如果下面这个 如果这个是Golge的Target Compartment 上面ER在这里 这个Vasco是从ER被送出来的 它上面会有一个叫V Snare Target Compartment上面会有个T Snare 蓝色的这个 但是呢它还在被运送当中 红色的呢跟蓝色的离得太远了 没有办法接近 我们要靠这个Rap 好 这个Rap呢 它会是在这个Vasco外面 然后呢它会去 它会去找这个Rap呢 它会去找Target Compartment上面的一个 一个Receptor叫做Rap Effector 那这个或者是叫做Rap Effector Receptor 因为它是一个受体 然后它会跟Rap Binding做 Binding做呢 它就会把它拖过来 拖过来之后 这个V Snare 才会看得到T Snare到底在哪里 然后它们两个会捆在一起 就是几乎像是两条橡皮筋 然后你把它把它绑得很紧这样子 然后绑很紧的时候呢 这个Vasco就会直接跟 这个Target Compartment的Vasco 去做结合的动作 那这个Rap Porting呢 Rap Porting在它的使命达成之后呢 就要离开 它不能跟人家一起去做Fusion 所以只要它帮V Snare去结合到T Snare 它就要离开 离开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 靠着这样做GTP Hydrolysis 它才会有办法离开 所以GTP Bound的这个Rap呢 它会跟这个Receptor结合 然后用GTP Hydrolysis把它送走 把它自己跟Receptor都分开 分开完之后呢 它会回到Membrane附近 会有一个跟刚刚那个RF1很像的 也是叫GEF 那这个Rap才有办法再来帮忙下一个 下一个Vasco去做运送的动作 所以这里你要发现的另外一个GEF 那因为GTP喔 比较贵 比ATP贵 ATP量多 买了空袋一天到晚做给你 那GTP它会用太多 这些GTP呢 你会你会浪费掉这个细胞太多能量 所以呢 他希望你就是用这个Extranger Factor 那把那个 把那个GTP变成GTP就好 这样来回收还比较快一点 不同的Organail有不同的Rap 好所以你看一下 大概 他目前大概是三十几个Rap这样 在执行这些工作 那当两个Vsnare结合在一起 Vsnare跟Tsnare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们怎么样让 两个Cell Membrane去做Fusion的动作 那什么叫做Membrane Fusion 听很多次 到底是怎么怎么两个结合在一起的 那这个Tsnare跟Vsnare 两个他因为他就是会去做 类似像Alpha Helical这样子的一个转动 就一直把他转转转转 转得很紧 好像两条线就把他转得超级紧的时候 这个Membrane Phospholipid Bilayer 它会靠得很近 靠得很近的结果 我应该有动画 靠得很近的结果呢 这个Membrane跟Membrane之间 他就会把水分给排挤出去 水分就会从这里被挤出去 这里就突然变成非常的Hydrophobic 那这个Hydrophobic的 它变成Hydrophobic 你就要知道说 谁里面Hydrophobic 这个Lipid Bilayer里面Hydrophobic 所以呢 他会以为 这好像是一家人的 然后 所以这边的Fospholipid 就会黏过来 就跟下面的Fospholipid黏在一起 他们会以为是一家人 然后之后就变成了一个Hemifusion的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叫Hemifusion的结构 然后 因为他这边的Vsnare跟Tsnare 还在转当中 一直一直在那里扭转 然后他就往旁边 把这两个Membrane往旁边拉 这个力道是来自这个snare 拉开的结果 这边 这个上面的这个Vescal 跟下面的这个Compartment 这个叫做Fusion在一起 Fusion在一起 所以这是Membrane Fusion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在所有 很多Membrane Fusion的机制都类似 可能他旁边 帮助他们Membrane跟Membrane 结合在一起 那个Molecule是不一样而已 其他就一样 就是只要Membrane靠个构进 不一定要有人靠 假如说你有很多个Vescal 全部碰撞在一起 他们自然而然会Spontaneous Fusion在一起 因为中间这个地方 只要是Hydrophobic一发生 他们就会Membrane跟Membrane 就会结合在一起 好 那这这两个家伙 还还很难分开呢 我总不能让他们一直黏在这上面吧 做完工作就要离开 所以这snare molecule怎么样去 在Membrane Fusion之后 怎么样去离开这个Compartment 然后回到他原来自己的地方 好 好 那 要让他离开 有点小困难 所以要请人来帮忙 这个人叫做NSF 好 NSF呢 他会跟其他人叫做Alpha Snap 记不住 记不住没关系 因为主要是NSF 他是一个ATPS 好 他会用FTP Hydrolysis的能力 然后把V V snare跟T snare的这个结合体 硬生生的把它分开来 好 把它分开 用水解的方式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 这个Membrane呢 他会recycle 就会带着这个 这个Membrane 这个 这个是Goji Target Target Compartment上面的 的Membrane 他就会去做Budding的动作 然后 然后带着这个VS回到 回到ER去 谁在这边工作 我一直都没讲 这边图也都没画 Cup也没写 这个叫做Cup1 Cup1在这里 Cup1的蛋白质都在这里 Cup1的Portin 会把它 把它 形成像一个Coded Vescal 类似Collection Coded Vescal 把它拉 拉成一个圆圈 然后再往ER的那个方向走 所以机制都是一样 然后但是就是 在每个在这个阶段 他做这个功能的蛋白质 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整个Sequatory Pathway的 Summary 就时间的关系 你们自己稍微看一下 什么是Vascular Transport 什么是Coded Vescal 那什么是 就是Snair的Targeting 跟Membrane的Fusion 那谁是Cup1 谁是Cup2 这个考试都会考 所以这几个重点就麻烦 你有空的时候再稍微看一下 那Indocytosis 那Indocytosis 这个叫做Receptor Media Indocytosis 也请你就是把它看熟 那最后呢 这里有一个 跟大家就是 讲的就是Brown and Goldstein做的一个 Brown and Goldstein的伟大贡献 那这个可能也是 台湾啦 台湾蛮多人会蛮喜欢 知道为什么的一个疾病 那这个疾病叫做Familial Hyperglastrolemia 那这个也是跟Indocytosis 跟这个Indocytosis 有直接关系的一个疾病 那下面这两个的女生 两个胆固醇都很高 一个是很胖 本来就是吃太多 胆固醇他很高 另外一个很瘦 然后呢 他也是胆固醇很高 那这个疾病 他不是叫做什么高胆固醇症 不是 这个叫做遗传性家族 家族遗传性的高胆固醇症 讲的是右边这个人 左边这个人是饮食性的 就不属于这个疾病的 Familial是家族 你只要看到有Familial 那这个病大概就是遗传疾病 Hyper是很高的意思 什么东西很高 胆固醇Colastro在这里 高胆固醇 Lamia是血液里面的一种现象 叫做Aemia Familial hyperglycerolamia 所以你其实不用去背单字 你看了你如果会猜字的话 像我这样猜 你就会突然就 英文单字就会 你的那个Data Base 就会变得很多了 Familial hyperglycerolamia 它是一个genetic condition 就是它其实遗传疾病 inherited through 一个dominant gene 这个显性的基因如果坏掉了 会导致一个notably high level of cholesterol 你的胆固醇量就会突然很高 而且是年纪轻就很高 那同学知道胆固醇在你的身体里应该 是什么样的一个素质吗 正常情况下 胆固醇的量 总胆固醇的量 100多嘛 我们怎么去做体检 100多 你变成200多 你胆固醇太高了这样 或者是你听你的爸爸妈妈 在阿公阿嬷在家里聊天的时候 或者是无聊的老师们 在讲健碱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偷听到这些事情 我的胆固醇200多 我最近要开始减肥 不能吃那么多高胆固醇的东西 那通常年轻人的胆固醇不会太高 通常也都是在100出头而已 最高最高大概是100出头 但是你如果患有这个 Familia hyperglastrolemia 你的胆固醇会超级高的 那高到多高呢 我就是这种病人 我的胆固醇很高 我大概大学的时候 我去抽血 健检检查 然后就发现我的胆固醇 跑到300多 就是超级高的这样 没事也会有290几 有时候还跑到300多这样子 但是我好像也不太会胖 就是我就是吃也没有吃太多肥的东西 但是我的胆固醇就是很高 那通常高胆固醇症呢不好 因为它会导致你得到那个后续 后续的Consequence不好 高胆固醇这件事情引起的疾病还蛮多 通常都跟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有关 因为这些太多胆固醇呢会滞留在你的血管里 那导致你的那个 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那Hardcat通常就是那个 那个你心脏外面的血管也受到影响 导致你心脏就是突然缺血 或是缺氧这样 那因为这是一个 autosomal dominant disease 所以它是一个 显性的一个遗传因子 那主要就是你的 不是一般的colour 它讲的high level是讲 low density lipoportine cholesterol LDL 我后来去做检查 我好像也好像不是这个家族 因为我不是LDL 我是另外一种疾病 我的不是LDL很高 我的是HDL很高 那HDL呢 就是low变成high high density 这两个东西很像 但是大家普生上过尝试也听过 都知道LDL才是坏蛋 HDL是好的家伙 那他们只差一个字 到底是差在哪里 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 那因为假如说这些 low density的colour deposit在你的血管壁 它会导致你的colonary artery 就是你缠绕在你心脏外面的 那个动脉的名字就是colonary artery 它就会去变得非常狭窄 甚至到坏死这样子 那你就会有早期的心脏的血管疾病出现 那这个基因呢 Homozygous Homozygous 这个基因坏掉的几率 Homozygous 比较 比较 还蛮少人 Hetrozygous 蛮多的 大概每500个人就有一个人 这个它是个带阴的病患 然后呢 你如果带有这个坏掉的 或者你带 你如果带有这个坏掉的基因的话 那你得到heart attack的几率是别人的 那个大概100倍 尤其是男生 这还有性别的差异 那familia hyperglycerolemia呢 会有几个临床的特征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它的 它的 瞳孔 瞳孔这里 会有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瞳孔archus 它会有一圈白白的在这里 这个都是脂肪堆积在这里 导致你的瞳孔外面有一圈东西这样 然后呢 最多 临床上最常看见的就是 你会有一个 Rentoma Rentoma Rentoma是fat skin deposit 就是会有一个油啊 好 像哪里会出现有油呢 就是你皮肤比较松垮的地方 像你的眼窝这里 或者是头额头那附近也蛮多 你看到有人就是藏着一颗一颗像 像下面这个怪怪的球球 这种 这个叫做Rentoma 那你有时候去请医生帮你把它用 这可以直接就是把它用刀子把它切掉 或者是有些人是用那个 液态蛋液态蛋就直接把它烧掉 就是把它冷冻把它摘掉这样子 然后有些人会有 Angina 就是胸痛 跟心脏有关的胸痛 然后有些人会 这些症状就是从一出生就会有 一直到你年轻的时候就会很明显 那通常这个Rentoma 大概都老人家才会看得到 因为你老人家他皮肤真的是比较松滑一点 然后这些纸直的那个堆积 你就很容易看到一颗一颗跑出来 那有时候会堆积在手脚 那这个就很典型的 这个很典型的那个 Ferminial Hypercholesterolemia的病人会有 大概就眼窝旁边会一圈 常看到的是中东那边来的人也常 他们这个疾病的carrier 或者是homozygous还蛮多的 那所以常常他们眼窝旁边 都会有一颗一颗的像这样子的现象 好 那有一些homozygous呢 这个眼窝也有 比较没那么严重 那但是你会有一些 就是你的tendon 就是你的肌腱 肌腱旁边也会有胆固醇的deposit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会特别痛 这样子 然后主要呢 要去确诊的方式呢 就是你去抽你的那个周边血 周边血的那个胆固醇的量这样 那你如果是这个疾病 homozygous是两个基因都坏掉的话 你周边血的胆固醇呢 去抽大概会有600到1000 我刚说正常是100 你如果是年轻人应该到100出头 120以下 然后这边这个大概是美国人的normal 大概150 那其实200以上就有点高了 那haterozygous在250到500左右 那我问过 因为我自己本身去量都很高 所以我问过那个医生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值 假如说我每次去抽血 医生跟我说我是200 那200是很高 比平常人还高 需不需要吃药治疗这件事情 医生会跟你说当然要吃药啊 因为他这样才存得到钱嘛 对不对 但是呢200不会让你有 马上会有 200他不是一个疾病 他也不会让你马上会有症状 他也不会马上让你威胁到你的生命 要威胁到生命一定要到1000 马上会有症状大概是500以上 你马上就会有还蛮明显的 心血管的那种症状 心痛胸痛啊那些都会有 那600以上他们觉得你很危险 这样子可能要去做一些治疗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些 高胆固纯症的治疗 那右边是抽血 你看到这种血 你就应该要马上昏倒了 上面这一块脂肪 不但很厚而且还蛮密 就是它的 它还蛮白的 蛮白的表示说里面 low density的cluster很多 你如果这个脂肪层 是比较透明一点的 通常它是high density的 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脂肪层就是不要这么多 大概是你抽血的一半 那有点可怕 我想想看 这一管好像是有一年 我们不知道练习抽血 都哪个学生的忘记了 好 那什么是lipoprotein high density的lipoprotein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回去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luster low density的lipoprotein 那什么是lipoprotein lipoprotein 我们再来猜字 有lipid跟protein 那两个在一起叫lipoprotein 这样很简单 那它长什么样子 它长的绸状 然后protein 它的lipid讲的就是 像是细胞膜的那个膜 但是它只有单层 单层的话外面就是清水 里面是厌水 所以里面厌水 它要藏什么东西就很容易了 脂肪 这些脂质 因为脂质本来就是厌水的东西 所以你的那些 一些fatty acid 小的油里脂肪酸 或者是三酸甘油脂 都会被藏在这里头 然后你的protein 会是香在这个母旁边的 有一小部分protein 会在里头 那很少 那free cholesterol呢 在旁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lipoprotein 里面他们的成分不一样呢 他的 我们所说的cluster是讲这一个 然后讲的LDL是讲 这个cluster住在哪一种 lipoprotein里头 好不好 不是讲这个胆固醇是LDL 不是是讲这个cluster 是住在哪一种lipoprotein里头 那从好的lipoprotein到坏的lipoprotein 最好我们就知道HDL LDL是不太好的 但是呢 他是第二好的 第三 第一差的就是乳米粒 chymomicron 然后再来就是VLDL very low densitylipoprotein 好 然后所以你会看他们主要成分 主要只有四种成分 protein 然后这个是plasma 就是那个膜 还有就是cluster跟 那个三酸甘油脂 然后triglycerin 那如果你我们先来看好的 high density呢 主要他protein很多 几乎占了40% 胆固醇的量呢 其实你看喔 HDL跟LDL 胆固醇的量 一样还是有差的 就是他大概是差他的一半 所以为什么LDL多不好 因为他cluster量会比较多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因为他的这边25 因为他要分百分 他的另外一半的空间被protein占走 相反的就是这边protein的量就变得比较少 所以LDL跟HDL差异就是差异差在蛋白质的量 大概是各一倍或是他的一半这样子 那他的三酸甘油脂跟plasma membrane的比例 都几乎是差不多的 我们来看VLDL VLDL呢 他就是这两个不好是因为你的三酸甘油脂太多了 所以里面塞的东西塞太多了 那VLDL他的cluster量其实不多 他真的就是三酸甘油脂太多 然后那个chymomicron呢 他也是三酸甘油脂多到爆掉这样 那我们如果来看他的density的话 对不起我那张没有放 他的密度的话 这是high density 然后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颗粒来讲 这个颗粒是最大的 这颗粒是最小 好这颗粒是最小 所以这样你们就知道 LDL跟HDL哪里不一样 那其实 主要是这个成分比例 protein跟protein的比例是不一样 胆固醇 他讲的不是胆固醇 而是这个lipop protein 好所以不要 就是观念上不要搞错 LDL是一个胆固醇 不是LDL是一个cluster 那我们在算totalcluster的时候 不是在算一颗一颗的这个家伙 算totalcluster是真的在算里面的 这个cluster的量 所以你会发现见检的时候 LDL HDL 那他一个totalcluster的值在那里 所以你就要能够分辨 他给你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见检的一个结果 我们来看那个 那个 那个 Familial Hyperglastrolemia 到底是什么东西坏掉 就是这个LDL的receptor坏掉 这LDL的receptor 这个 他的受体坏掉 他的受体坏掉 那 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三啊 的mutation都是receptor 有一些喔 他不是在receptor坏掉 他是在secretory password上坏掉 所以那比较少数 大部分都是receptor坏掉 那下面是这个receptor的卡通图 那第一排是基因 第二排是 这里是他的polypeptide的卡通的结构 结构的卡通图这样子 然后这个基因上面有18个exon 他很长5kg 只有5个kb 5个kb 那目前跟这个receptor相关的mutation 有100多个被发现 然后 然后 只有 百分之五是因为大片段的缺食 大部分都是point mutation 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他上面会有个signal peptide 所以你知道说他是不是会从 那个secretory password被运送 运送到哪里 运送到plasma membrane上面去 因为他是一个receptor 所以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镶嵌在 那个plasma membrane上面 然后他这里有个transmembrane domain 他镶嵌在膜上面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从这里 从signal peptide后面这一块 到transmembrane这一块 这一块呢 之后呢 对不起 是会揉露在细胞外面的部分 因为这个区域是要跟LDO 掰扭的地方 所以我这里如果坏掉mutation 一样不认得LDO LDO就会串流在那个你的血液循环里头 你就有高胆固存症 那假如说你的transmembrane domain 坏掉 你这个receptor就没有办法 乖乖的 像在plasma membrane上面去 就没有receptor去把LDO 带进身体里头来 LDO就一直在你的血液循环套 所以为什么是receptor坏掉很严重 让你得到高胆固存症 主要就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把它带进去去走 他之后要去把它分解 或者是消化的路径这样 那这个是染色 这个是应该说这个基因 他在第19号染色体上面 这19号染色体 然后卡通图上面 后面这其实你就看看就好 因为只是几个结构 然后你要知道 就是不同的地方坏掉 都会影响到LDL跟LDL receptor之间的结合这样 然后这是几个 跟导致血液循环里面的胆固存的量 这刚刚也其实已经有table看过 这有点重复 对对我想起来了 我刚忘了讲 这个我们在抽血的时候 然后在测胆固存的量的时候 我们讲120 他的单位很重要 单位是mg per DL DL L是liter对不对 DL是多少 然后你好像很少听到DL 对不对 我们都是几cc吗 假如说这是cc的话 是120mg per mil吗 不是喔 DL是10cc的意思 那这个特殊的 特殊的单位 主要是因为在临床上检测这些生化 生化反应或生化物质的机器 大概都是用10cc当作一管 然后再测量的 所以当初他们在 他们在给这些标准值的时候 都是mg per DL 这D是10cc 所以请你们不要把它寄成是cc 这样单位的话会大概差了10倍 好 那这是mutation的地方 你会发现mutation的hust spot hust spot就是常会发现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legan binding的这里 好 那我这里就 这个大概是跟遗传学比较有关 我觉得跟这堂课 比较没有相关的地方 我就跳过啊 PPT里面就自己看这样子 好 那要怎样 你如果你的recept坏掉 你要怎么样去治疗吗 或者是去跟他和平相处 那所以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血清里面的LDL呢 就胆固醇降低 或者是你的三酸甘油脂要降低 让你的好的HDL要升高 那通常呢就是吃很重要 大部分我们的这些胆固醇 或是三酸甘油就是free fatty acid呢 都是从饮食这边进来的 所以吃真的很重要 那尽量不要吃就是胆固醇太多的太高的食物 然后抽烟不要抽烟 因为抽烟其实呢 会引起一些 一些 NO或者是 oxidative的一些反应 让这些胆固醇 开始去破坏血管壁 然后就直接箱卡在血管壁上面 所以他是间接的那种杀手 那exercise本来就是 对overall来讲就是有好处 他什么直接好处在lower class 我是不知道 不过通常你去医院 他们都跟你说 就少吃胆固醇运动啊 不要抽烟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有没有药医 这个药呢 还蛮 台湾人还吃蛮多的 叫做Lovastatin Statin是它的真正的名称 Lovastatin主要是因为这个药是 当初是罗氏发明的 然后它的药厂给的 壳子外面 右边这个 叫做Mevacor 下面是这个Statin的结构 是真正化学的结构 那个药在30年前就出来 它很厉害 吃下去2小时内 马上降低你的胆固醇 大概降低100个mg 因为我就测试过 我就先 你吃这个药去测胆固醇 然后吃这个药 然后再去吃三颗蛋 然后再去测胆固醇 这所有的实验 我自己都把它测试过 这个药真的是可以降低胆固醇 因为这个药物的结构 就是针对胆固醇 它代谢的路径上去 把它去跟它竞争这样子 那之前罗氏刚出来的时候 这个药这个药上每天吃 可能三餐都要吃一颗 那比较严重的话 那一般不严重 至少一天也要吃一颗 这一颗药要三四十块台币 所以你一个月啊 如果你每天吃一颗 一个月就将近一千块钱 就要买这个药 其实还算蛮贵的 那个三四十年前 那个年代一千块很大 那后来他的专利 因为他有申请专利 他专利大概十年 十年就没了嘛 我忘记他十年还是二十年 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 开始有那个学名药出现 就是学名药就是专利过 你就可以学他 学他做同样的药 但是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那台湾比较有名的那个药厂 就是永信药厂 永信药厂也去跟人家做了一个学名药 好像是 我忘记他叫Livertor 还是什么药我忘记了 反正永信做那个药呢 后来呢一颗只有十块钱 就硬生生的这样 钱就少了三分之二这样 所以为什么专利可以保护这个发明人 很多东西没有错 但是很多药如果都专利 变成说受害的就是病人 因为他要花很多钱来做治疗 那所以这些跟人的 跟医药医疗相关的这些专利 通常就是 我们去申请专利的时候 他不会帮你保护太久 通常就是十年而已 因为就让你赚够这样就好了 最后因为你所有的发明 还是要贡献给人类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就其他整个市场就让大家去竞争这样 好 那他抑制的路径 假如说你忘记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胆固醇的那个合成的路径 合成不是代谢是合成的路径 那他是从Acetyl-CoA这边出来的 你如果看Acetyl-CoA 或是Ketone Body的这个路径 有个地方就是他要从这些 从Hydroxy-Methyl-Gl-CoA变成Mevilonic acid的时候 中间他需要一个酵素去转化 然后这个转化过呢 他才有办法变成胆固醇 这是胆固醇合成的路径 那这里有个酵素叫做Hmg-CoA reductase 那这个reductase呢 这个酵素呢 他会 他跟 他这个酵素呢 跟这个Statin长得很像 那Statin呢 就会过去跟他竞争 好 但Statin他不会去催化这个酵素的进行 他就是会binding住这个Hmg-CoA 之后他就没有动作了 所以下个步骤走不过去了 所以他就会抑制整个胆固醇的合成路径 就算你再多那个fatase在你的身体里 他也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合成的这样 所以这个药真的还蛮厉害的 所以Statin呢他又叫做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 因为他会跟他binding住 然后就没有办法往下走这样 那另外除了吃药之外 你的胆固醇如果很高呢 你可以去做半血清 就像洗肾一样 你是洗你的血液循环 然后所以他的那个那台机器 整个那台机器叫做Plasmophoresis Plasmophoresis在这里 这台机器有点像洗肾机器一样 就是一定是放一个就是把你写清你的 物质抽出来 然后经过这些不同的filter 滤网就是过滤器 把你那个有比较多的血液呢 在这边做个支换之后还给你 那通常呢大概不像洗肾 可能每两三天要洗一次 这个血清你大概每个礼拜洗一次就好 Hetrozygous大概是每两个礼拜洗一次 不管是洗洗你的血液循环 你的油脂质把它洗掉 或者是一般人在洗肾脏的 就是把你的那个蛋白质太高部分把它洗掉 这种人工的在清除你的代谢物 或者是你血液循环的东西都是有一些风险 就是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蛋白质也一起洗掉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样洗好像是一个很好 比吃药还好 它风险都是不一样 吃药可能会damage你的肝脏的功能 但是这种洗血液循环的 或是洗肾脏的 它其实会把一些重要的物质给洗掉 你可能每个一阵子就要补那个血清蛋白 或是其他的蛋白质这样 完了 我忘记放一张就是哪些是胆固醇太高的表格给你们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好了 他们加模特币 你这种笔绾 但是我们今天开始查看 大家看 没过来 出现在 你